通过心盘看什么样的人是来望你的 首先你关注你的第一弓和第十弓 你的第一弓就是你的上升星座 第十弓就是上升星座往后数的第十个星座 比如说上升白羊座 第十个星座是摩羯 上升金牛座 第十个星座是水平 自己去看 如果说对方有太阳月亮晶晶木星 落进你的第一弓或者是第十弓 他是可以来催望你的 催望你哪些方面呢 你的个人的性格 个人的能力 以及你的事业成就 你的生育地位名望 都是可以被他给望起来的